美团外卖自动接单,刚刚为您接到新订单了,请尽快处理。 连日来,北京外延书店东升科技园分店中,每天都会响起这样的订单铃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北京市八成线下书店闭门歇夜,为满足市民读书需求,帮助实体书店渡过难关。 3月中旬,首批72家实体书店入驻美团外卖平台,为读者提供外卖送书服务。 读者在通过美团外卖下单后呢,我们会收到这样的一条订单,然后我们店员就会在店内进行一个寻书和减书的过程。 我们必须要在10分钟之内,然后完成减书、消毒、打包这样的一个过程,以确保快递小哥能够在30分钟之内送达到。 接单、减书、消毒、打包,书店工作人员必须在10分钟内完成这些步骤,并将商品及时转交给外卖员。 疫情期间,外卖送书采取无接触配送,确保30分钟内将图书商品送达到附近10公里范围的读者手中。 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喜欢看书嘛,然后虽然现在有很多电子书,但是纸质书那个质感会比较好一点,然后 现在也不方便去书店买书,然后正好了解到现在美团外卖也有送书的这个业务,然后今天订了一单,然后发现送书还送得挺快的,30分钟就送到了。 这种无接触的配送也比较让人放心。 书店负责人表示,疫情对书店的日常经营造成多方面的冲击,影响巨大。 其实最直观的影响就是有两个多月其实没有办法开门营业嘛,零售收入基本上就归零。 第二个影响呢,其实就是书店所有的线下活动其实也停止了,对读者的这个感官或者是读者流失也会造成很多问题。 对我们还有一个特殊影响,就是外人书店也兼具外人社的图书在北京的一个发行功能。 所以呢这个中小学不能开学,还有大学,以及这个线下评训机构都不能开学,其实我们发行这块的损失也特别的大。 傅帅介绍,入住外卖平台以来,书店已通过外卖形式送出一百多单。 他认为,与外卖平台的合作,在提高员工工作能力以及创新书店经营理念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 和外卖的联姻呢,其实呢,比较考验我们实体书店的这个能力。 实体书店呢,一想起来其实就比较慢,我们的节奏也比较慢,但是外卖呢,其实讲究特别讲究快嘛。 对我们书店来说,需要在接到单以后可能十分钟就要把所有的产品准备好。 然后让所有的同事不得不熟悉全店的业务,然后整个工作节奏也变得很快,对大家的能力也是一个提高吧。 外卖和这个书店的这个覆盖范围其实很近,大概都是十公里,甚至还比实体书店的这个读者范围还要广。 这是疫情期间的一个尝试,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还可以不断的通过这个模式去创新。 好多 我觉得有些特别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